上集呢,咱们讲到了杜成,还有家带,还有李正光他们一帮人,直接就来到了济南,到了济南帮着当时这个冯建民,包括还有当时这个吴迪他们,就受试当时夏雪峰,夏雪峰也不知道吧,进了当时那边的酒店里边,就是来个瘟筒作别,在屋里边让人给含了住了,而且打得逼迫吊散的,就告诉你,问那个夏雪峰,你服不服?夏雪峰挺级有刚刚这小子,跟地约讨半天,让杜成让家带他们给打成那样,就没服,就告诉他们, 今天别让我夏雪峰走出这屋,走出这屋,你看着,什么叫鱼死网破,什么叫做报复洗礼的,整你们,跟那边说的,杜成讲话,那行,你不服是吧,你不服今天我必须得让你服,我这人就好交了一个真儿,我就不相信在我手里边走过的,没有不服的,把老黑和当时马萨整过来,就朝当时那边夏雪峰,来,什么时候服,什么时候威胁,什么时候他听话了,什么时候再说,干的,一说干的, 马萨,他们这帮小子自己拿着卡簧子,你想想,哥自己,你在人家人群当中,一帮人都是社会人,存存地地道道的社会人,你能有多有刚啊,他们做什么事是没有底线,但非得要给你干服的,杜成讲话,我什么人我没见过呀,你还不服? 三哥上去,二话没说,踩着手,直接框仓一样,给手指就给剁了一个,一下子,给当时夏雪峰给他个俩一声,跟那边,老黑给这按的,怎么呢,服服服,往那边,直接一吵,吵到当时那边那个谁啊,吵到马萨,恶狠狠的眼神,马萨,又能扎死我,一身求死,三哥讲话,我让你求, 框框框,一下子,把一个手指头,一共五个手指头,剁了四个,给那边夏雪峰,牛逼啊,服不了,整死我得了,往那边整不了,老黑子讲,服不了,是吧? 就这卡网一上来,就奔着啥,奔着当时这个牙上去,啪一掰,给牙也掰下来了,给当时整个夏雪峰直接就打到屋里边,杜郑讲话,你不硬吗?你不能欺负人吗?今天也让你尝尝什么叫被欺负的滋味,怎么呢?还有刚刚,服不了,服不了,挑的,马萨一过来,拿着当时家伙事,奔着脚丫子一过来, 你多服的人,多硬的人,你能挺住啊,你多你手的时候,你咬住了,就把你牙齿咬住了,脚一段条,你这辈就废了,夏雪峰眼瞅着一下一下的,就把自己脚就干过来了,那马萨的手呱呱呱就往前上去了,夏雪峰到最后一道防线,实在是绷住了,马萨,我服了,杜郑,我服了,杜郑,你不服吗? 那你接着挺啊,你不出家整我吗?我想活着,我想好好活着,哥们,我错了,错了,行,我这人,初而咱们咋说呢?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你这么呢? 那个,既然你服了,打人这事我就不提了,钱咋整啊?先期的五百万怎么整啊?退回来吧,而且五百万能够吗?我杜郑出面了,我没有钱,钱不在我这儿,都在陪友亮那儿。 啊,早说嘛,跟你没多大关系,我给陪友亮打电话,拿电话巴巴这一打,直接打给陪友亮了,这边一打,我去杜郑直接走的,陪友亮在那边一吵谁的电话,用夏雪峰的打的。 哎,雪峰啊,我不是你兄弟,我姓杜,我叫杜城啊,家的大哥,可能你不认识吧?我兄弟呢?你兄弟啊,在我这儿呢,让我给干了,回头给他扔进医院,死不了,这么呢?冯建民的钱,在你那儿有五百万,那现在给我拿回一千万,这事拉倒了,我不找你毛病,要不然咱就给那边试试,济南,我要不给你清出去,我都不要杜城,你把我兄弟给干了,干了? 你还反过来抄我要钱,对!你怎么这么硬呢?就是硬啊,打猪声就硬,这边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啊?哥们儿,你搁哪儿呢?我就跟济南,在这个万城酒店,你等吗?我现在过去,我给你送钱去,你接住了,行,你来吧,我接着,巴达一挂,家带,这边一吵,说把那谁夏雪峰弄出去,夏雪峰整出去之后,这不就整到医院了吗? 这边戴哥一吵,说成啊,他啥意思啊?说那个叫裴永亮呢?没啥意思啊?他说的意思,让我,给我送钱来,让我接住了,换位之一不就要整我吗?整他吧?咋的?咋还整不了他呀? 戴哥,潮嘛潮嘛,李正光,瞅一眼,当时屋里边这个战行,什么当时那边这个徐老五,也得好他妈,再加上自己的马三,再加上丁剑,一点头,说那行,那就来吧,他都来多少人呢?一共就弄大空间,他今天来,咱就跟他办,我看是他硬还是咱硬,成哥,你哥这边坐的,如果说在这里边让你出事了,我家带,我自己就不用活了, 我顶到你前面,啥事都没有,东西啊,我也没怕过 人家当时那边裴永亮,直到自己兄弟出事了,打着当时兵就娃娃就往上干 到了当时济南,第一件事就进医院,看看谁啊,看看当时夏月峰,到医院里边夏月峰 那是他亲身,贴身大地,关于刚好这么多年,让人给飞成这样,手给剁了,牙给呆了 现在浑身事实上,给医院躺了,动成不了 哥,整死他们 哥,培永亮,瞅一眼,你放心,三哥肯定替你出这个头,人我都带过来了,到八十多个人 他们哥那,是个那个叫大城内阁的蛤蟆,说个万城那个酒店吗,个万城酒店 行,一点头,你待着,回头瞅磨瞅磨,毛五还个人呢,哥,你能找到吗,能找到 跟我去上那个万城酒店,哥他人不少,多人 说三十多个,三十个多个人就害怕了,咱八十个 骑我波耿拉屎了 当我陪老三啥人呢 啊,上酒店 这不就往酒店来吗 一到酒店,骑了呼噜,老多人了 呼呼的,往当时酒店上来 你说到酒店门口那边,其实加赖他们的屋里边一直都没有把它当回事 心里边有准备,而且心里边脱底,屋里边这个阵形,所有人从里拿一把架,这四十个人 不到四十个人 那也得有四十多把架,这是啥人 你这屋里边敢说有一点,说那个不好的动作,或者针对肚层的话 你就看着屋里边能打成筛子,他不能挂着你 这边走到这儿,啪啪敲的门 外边走到这儿,全都是兄弟 马上到这儿,啪啪一开 三个月直到,找人,陪有亮来了 陪有亮,朝一眼屋里边 直接带他们去这屋里边 你说往屋里边进 这边,杜城他们给沙发坐着,夹带 对吧,还有当时那边的屋敌,再加上福建民 这屋里边,陪有亮讲,谁呀 给我打电话,杜城讲我打的,怎么呢 你打的 你是干啥的,杜城 海南的 什么意思,钱呢 要钱 老弟啊,你看看我带多少人过来 杜城一瞅,人不少啊 人多的好使,还是能我用啊 我人少,你试试我的马力 这帮人一听,啪啪一套人,来 屋里边全都给江人,他们打得错不及 就像当时他兄弟,赛岳峰是一样 谁也没想到 就同样的事情,能在两个身上发生同样一件事 都经历了 屋里边巴巴一别 马上门口这边一家,别他妈动呢 前面对边这个左帅他妈 不是,当时那边那个什么老黑 把杜城他妈就围到 挡到后边,在前面一逼 来 往这边逼着 人家他妈被永亮 也拿家伙事 这帮小子有几个偷了 往那边,别弄 往那边逼着,那你看,人在比 这边李政光他们 没等他们反过去呢 你不是给那边挺硬吗 那家伙是指的咱们吗 李政光,高则剑,正向后 包括李政光这一帮 就奔那几个那家伙事的 上去,砰砰砰,两下 直接打肩膀呢 打当时那边那个啥呀 打那个跨不走的 打哪块都有 直接跨跨打了七八个 一下就给屋里边干懵逼了 包括当时裴友良一回头 李政光直接喊他脑上了 你硬啊 你多硬啊 我看是你硬还是我硬 是你快还是我快 屋里边这一个 对面,引力好 徐老五他妈 啪一下,带他不动就打死你们 屋里边一下就喊了住了 唱歌吵嘛吵嘛 这边裴永亮 也没有哄 为啥,因为毕竟人多 手里边还有家伙事 裴永亮一乐 行,今天遇到茶子了 但是哥们你们记住了 在济南这一块 我陪我两个话 把话扔到这 你们不了解我 你问问冯建民 听明白没有啊 在整个山东这边 咱们扒他开 咱们接着整 放心,这个事肯定是没完 下雪峰事 我一定给他做住 家里讲话咋的 可山东你硬啊 不算太硬 哥们朋友挺多的 那你也可以找人 咱就扒了一下子呗 都讲别吹牛逼 山东青岛涅磊 我们都是一把联 那是我弟弟 谁,聂磊 知道吗 加带一瞅 大磊子 你没认识聂磊 加带两个小意思 你也认识啊 那也是我弟弟 哥这一听 大磊子一瞅 哎呀 杜长讲话 这还巧了呢 这爸这自己家人啊 哥这巴拉巴眼睛 哥们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看看磊子向着谁 一个电话 陈永亮直接打给聂磊了 包括杜长他们 对边一瞅 你他妈打聂磊 来,我看看聂磊 他们向着谁 你的意思就是 我就随便提一嘴 这一位 这可算是我们职任聂磊啊 再说你这一位 咱不就这点能力啊 来找过来试试吧 你让聂磊来 我看他能向着谁 你看接下来聂磊接着电话 这个事怎么解决 包括杜长在中间 加带在中间 陈永亮 聂磊这边事 怎么去给他消化了 预知下集如何 请关注老弟 下集嘎嘎精彩